《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聽 收睇 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的嘉賓是你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香港大學的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廷耀博士 Robert 多謝你 多謝你上來 Robert來到 大家都知道是講講民調 因為Robert也說了很多年前 如何幫忙打倒香港大學校長 如果有時間都可以談 很轟動 我們當然也會問Robert 有沒有人還在干預你做民調 不如先問這個 當年是鄭耀宗校長 騰騰鎮 叫黃少倫 由這個路來干預你 現在有沒有人干預你做民調 Robert 我們這些聽眾觀眾很關心的 不過我們也會明白 如果有可能你也會寫東西 告訴我們 你講講 現在看上去十多年 現在是多少年了 二千年 二千年 一年就十一年前 這十一年有沒有人再 那時有人說 他說經過那一役 鍾營耀應該沒有人敢鬥他 是否真的沒有人敢鬥你 這樣說又不對 我們覺得 我們也是做學問的人 學術研究當然有他缺陷的地方 也有應該批評討論的地方 所以是正正式式 公開透明 無論是學術的討論 或者是我們一般講的 評論界 大家都各有觀點 各有意見 可以拿出來討論 最重要是公開透明 我想二千年 現在回頭也相當長的日子 不過最近也有講到 政府內部很多時 你有一些內部的問題 內部的所謂官場文化 大眾未必很了解 不過我當年的看法就是 因為我很多年前 已經決定投身學術界 當時有很多選擇 或者從小開始都在想很多 很多事可以做 你有沒有想過做官 其實就 老實說我畢業後 或者畢業前 都一心一意想去學術界 讀上去 但是安全網要報其他工作 我也報過兩份政府工作 幸好他們不收我 非常好 當然我們那時要等成績 等成績再看可否讀上去 但是我想我很久之前 都很希望在學術界做研究 還有我當時的學術界不是現在這種 即是我同年青年時代的學術界 是甚麼種 你告訴我 因為我不是學術界 我不知道有那種有這種 我只聽他看 我看《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那本書 就嚇死我看到學術界 你知不知說起 Kissinger 大家都知道基辛格 他也是學術界出身的 他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在學術界裏面的政治鬥爭 為甚麼這麼劇烈 他說 The politics is so high because the stakes are so low 即好像你們關門沒甚麼事 經常想想 寫文論文出去鬥人 是不是那些學術界 你覺得哪些學術界 阿仲博士 你跟我們的聽眾觀眾介紹 我們都很有興趣 因為大家都知道學術界 其實那個勾心鬥角或者競爭 是跟政府官場 都不相伯仲 我想先說我當年理解的學術界 所以我很希望投身學術界 當時那個氣氛 我的認識比較簡單 如果我講在中學年代 甚至是初中高中年代 我沒有想過做民意調查 做社會科學 我理解 我是很喜歡天文學 所以那些量子論 或者宇宙論 我就對 我就看書 看書的時候 我當時在中學時代 就覺得做學術界做教授 我看他的書 就是整天晚上觀星 看看星 然後他就想很多東西 當然阿仲斯坦 又不完全是學術界 但他是一個思想家 他好像在想東西 寫一些東西 寫一些東西 可能對世界的影響 對世界有沒有影響不重要 對自己的安慰 尋找到真理 我當時理解 如果入到大學 又做到學術界 就是這樣 經常做研究 最好晚上看星 但當然大了一點 又真的入到大學 又讀到社會科學 我當時七十年代尾 學院或是校園的氣氛 跟現在很不同 因為校園小很多 當然大學也沒有那麼多 但我讀港大的 所以當時港大校園 也是小 人也少 但有荷花池 有草地 我見到教授 我就覺得很欣賞他 他自己上課 說一些有時我又不明白 有時我不明白的東西 但他又很投入 很自然地去做他的解說 之後他又好像很有空 但我見到那種浪漫 學術界的浪漫 就是他去做他的知識 或是他有他的尋找 但他又不需要受到社會的壓力 你喜歡流蘇也可以 長頭髮也可以 飛光頭也可以 你平時 總之你上課跟我們學生之間 有一個好的溝通 刺激起我想起就很涼 我就覺得這件事真是好 其實我差不多畢業 我想跟現在很多年青人都是 找工作的想做甚麼 我當時想 當然政府的工作也好 因為有優新口禄 還有當時不是現在的形勢 你可能官場官亨通 你以後做到很高也可以 有可能紀律部隊也可以 因為當時我喜歡運動 總之不說那麼多 官員 做官不做官 做紀律部隊或不做紀律部隊 商界不做商界 或者是做學術界的 我最後找到一個原因 就是學術界我認為 是最能夠為自己而做事的 因為自己想到甚麼 就向自己負責 就是自己研究成果 就是自己負責 當然學術界由校長 由大學校長或校監開始 都有個體系 但這種官僚體系 你跟紀律部隊就很不同了 紀律部隊一定要有個很嚴格的體系 而且上層的命令你要做 否則你的責任很難釐清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老闆是負責的 所以他對我的要求 我要向他服從 是齊一的 否則我們做不到事 這種有他的優勢 有他的吸引力 你不要撐到那麼遠 不撐到那麼遠 現在怎樣 現在做了那麼多聯學術界 跟你當時想的 是完全兩碼子事 無緣無故又有個英武的人 走來叫你 我沒有接觸過你 又叫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又說查查董建華 受不受歡迎 這些是你發夢想不到會發生的 當然了 即是我就算是2000年的時候 面對這個問題 都不斷地回想 你回想我原來剛才說的問題 我為何投身學術界 就是欣賞這種自由氣氛 欣賞自己一個學術自由氣氛 可以做自己 覺得甚麼就說 但是當年就發覺 咦 原來好像偏離我的 當時理想很遠 即是跟我剛才的紀律部隊 或者是一個政府體系 就是差不多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 即是那個抗拒感很大 才去重新 才去披露了一些東西出來 覺得整個當年的執著 沒有理由因為一些小問題 要放棄 你當年是否很開心 你披露了在社會那麼震撼 後來搞到香港大學要整個調查 我連選舉的時候 都不算特意坐在那裡 聽著他的聆訊 我將他和水門事件的聆訊比較 你自己是否腦懷安慰 雖然你也受到很大壓力 但也這麼重視這件事 當時不是很開心 因為沒有預知結果是怎樣的 你這個庭是開庭的 你以為在大陸開庭嗎 當然不知怎樣的 但即是重視這件事 他可能查完說 鍾寧耀你是壞人 但人家這麼重視這件事 好過 鍾寧耀有人干預你嗎 回家吃飯吧 你以為在學院裏面做事人 我想跟政圈做事人有少許不同 以我自己的性格來說 我又不用那麼高調 又不用那麼多曝光 我只是希望做到自己的事 但是原來當時一些事情 是壓到埋力的 當然我現在時後看回 不需要時後很多年 事情結束了一年半載 再看回頭 你問是否腦懷安慰 我也是見到很多值得安慰的事情 因為第一就是這件事 即是所謂學術研究 自由這個問題 經過這件事之後 原來大家是廣泛討論 廣泛關注 而事實上當時也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大家在傳媒未必見到的朋友 他都會告訴我們 我們的朋友在不同的學院裏面 可能工作著 他都覺得 因為這件事或這件事 他們的壓力都舒緩了很多 他們校長都沒有以前這樣去 追著他們 寫文小心一些 或者怎樣怎樣 變成了原來對他們有幫助 其次就是當時見到市民大眾 即是無傷無食的市民大眾 見到他們真是很熱情地討論一個問題 有時亦有很多很友情的問候 我見到當時我想 不知委員會最後判決 他審議是經過甚麼事 但我覺得當時社會的討論 和很多人對這個問題的展示 其實是有幫助的 變成那件事之後 安慰的地方就是 都可以平靜一輪 我想整個制度都可以 得以鞏固一段時間 我覺得對於你自己個人 或者對整個香港來說 是很重要的 大家看見那件事 這麼嚴肅 大家這麼緊張 那時我仍在前線 我便走來香港大學開了一個論壇 講學術自由 他說我很幸運 我正常租到陸友堂 不過不便宜 他收我六千多元 這樣租到 我覺得在陸友堂開了一個論壇 講學術自由 就非常之好 我不記得你老人家有沒有出職 是呀 那時你拿起來了 你甚麼都不肯說 我記得那時 你們有一個同事 在香港大學的 陳婉瑩 他用港澳哭哭很激動 所以我相信那件事 大家也不會忘記 不過我初初問你問題 就是 那十一年前 在這個期間或最近 或者任何時間 有沒有人給你壓力 你快點重實招來 好 我想我這樣回答 如果是說人到無求 貧至高 你不是要求很多東西 看回事情 就是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工作 你自然可以有一些自我執著 那我是否人到無求 我其實一直去看 這十幾年那件事之後 我都是一個要求 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就是說我們的工作 能夠繼續做下去 以及我們現在講的學術自由 然後在下面做的一個 專業的民意調查 民意機制的工作 可以發展下去就好了 我都在發展中 沒事吧 那不是香港大學給錢 是嗎 我們一直都是自負刑規 是 就算那件事之前 我們都是自負刑規的 不過這個也有時 當年有拆開的話題說一下 就是自負刑規有被人罵的 不自負刑規有被人罵的 就是你要批評很多批評的 因為如果不自負刑規 如果是好像一般的研究所那樣 申請經費 向大學申請 向哪裏申請都行 其實經費都是來自納稅人 在香港的制度之下 於是你就會有個問題 為何用納稅人的錢 去做民意調查呢 如果民意調查是被譽為無用的 那這個被人問 我們這個制度在1999年開始 就叫做自負刑規 即是在我們的作業裏面 互相津貼去做一些社區工作 包括現在發放很多 所謂免費的民調數字 又會被人罵 因為如果這樣的時候 那你就有一個商業運作 商業運作又怎麽樣可以 在一個大學機制底下去做呢 當然不單止我們通界都是這樣運作 但是如果要批評 所以自負刑規 又可以被人說 沒辦法的 沒辦法 所以也沒所謂 最重要是你自己獨立自由 又可以有公信力 那就是了 如果你出來的事 都沒有人騷擾你 那你怎麽做都不行 我們都沒有生意 但你快點回答我們的問題 有沒有人干預你 你說無求貧至高 但也可能有人敲門 打電話 喂 鍾情瑤 不要這樣搞 要這樣搞 有沒有 不會 用以前那個 即是1999年 2000年說的那種是不會有的 官員也不會來 現在是哪種 我想壓力是什麽壓力呢 可以很具體地說 有幾種壓力 一種就是非常正面的壓力 就是我們對自己做的每一個 調查每一個項目 就是那個質量的檢控 就是我們 我自己很擔心 有時出過數 突然間 即明天可能變了頭條 因為有某軍 可能是特首 可能有官員 他插水 一插水就當然是頭條 但會不會在過程裏面 因為我們不斷地做調查 不斷地寫報告 會不會是不小心做錯了 即是退了位 裏面 即是一個守門之間 做到那麽大件事 因為這些事情是常常出現 即是很多這些公佈 而且老實說 即是我們做統計也有說 即是人為差誤 永遠都出現了 即是除非機器做 機器有另外那種差誤力 人為的出錯 可能有5% 即是你厲害的就是1% 即是百次你肯定有個數目是錯 這是所謂通常都出現的問題 我們很擔心 因為一有些甚麼 一個差池 當然將來我們會自協 但這個我們很擔心 這種壓力對於我來說 是一路存在的 但這種我覺得是正面的 它都是一種推動 在我們有限的人力資源底下 盡量做得好 大家博盡一點 但另外兩種壓力 就有時真的要 即是有時都會 你負心自問是否真的要這樣去做 譬如一種財政的壓力 大家記得 當時二千年都在說 會不會陰桿 這是一個財政的壓力 看你會有夢被人陰桿 託賴大家 認識我們的機構也好 人士也好 經過這麼多年 都繼續對我們有支持 因為他們不支持我們做一些教育工作 我們又不可以去自揮做一些 即是公開的發放的工作 這個就叫做託賴 變成了 財政上是有壓力的 因為我們不是說 收10元就可以把10元變為人力 因為中間有很多的行政經費 也要向大學繞交一些 所謂 上升的收費 那也是很大的 但是我想來到現在這個年代 學院裏面的人很多都有很多壓力 譬如說你要出版 即你要出書 你要出文 這個是因為可能直接影響你晉升 可能影響你院系 或者是你學校的評分 因為有一個制度在這裡 這是一種壓力 我們做這種工作 又是前線公英做了很多工作 變成時間上要寫文 寫文又等於甚麼呢 我剛才說人道無求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用一個大學裏面 一般教職員那種晉升 我現在做的工作可能也有壓力 因為我們做的工作可能有些人 不覺得是對學有幫助 可能還有負面的幫助 有時可能有些同事 即不知哪些同事 你會覺得你用香港大學的名字 其實是一個負席來的 即是你出這些東西 在大學有沒有應許你用那個蜜頭 蜜頭的隔離 有沒有爭議過呢 有沒有說有些人把你割出來 你直接把你民意研究計劃 不要領著香港大學 又不是他給你錢 有沒有這個問題出現過 有沒有人直接跟我們說的 我們只是會覺得 這些香港人 中國人就不是很喜歡那麼直接 我這些所以說是異數 很多人說話是隱晦一點的 不過你懂得做 這樣說嗎 中國人社會 即是說東方人社會 都是流行這樣 你明白吧 我有時 我不明白 但你又不明白 你又關人 即是我2000年當時 現在都是這樣 覺得有些不需要明白的 就不要明白 因為你要弄清楚的事實 在華人社會 你可能要埋下堆 跟人聊聊天 測試一下什麼叫言外之音 這些我是不想做的 如果做好之前也做了 我就覺得不要緊 有很多制度上 因為社會正在變 大學正在變 很多制度上要求我們做這件事 或者不准做什麼 我們都是看表面 最重要是公開透明 這個制度原來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盡量去理解 明白 還有在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還可不可以做 我們一路做十多二十年的 一個獨立民調工作呢 如果行 沒問題 這些可以接受可以引了它 或者大家盡量去疏理解明 但是這些後面背後 有沒有一些同事 或者社會人士 覺得我們不應該存在香港大學 因為占了大學的名字 甚至是一個負籍 我又真的不去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也弄不清 究竟香港大學 然後有民意研究計劃 我們是幫了香港大學 在這個民意研究領域 去建立自己的一個品牌 反正有些人會說 你掛念香港大學四個字 你便有生意 即是我有生意 你是用香港大學的平台 我也弄不清 不過起碼我會跟大家說 我們不是雙型機構 我們亦有很清晰的一個 所謂我們自己的政策 我們不做一些私人服務 而且就算我們賺很多錢 所謂賺很多資源也好 他一定下不了我們的手袋 因為我們跟著標準公司的規格 所以我們可以聘請多些人 轉了 從這個角度 誰賺誰的事不要緊 我們能做到 我們的事繼續做到 我們便會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不知道算不算 回答了這些問題 不過你真的回答得很長 很長 你這麼長 其實我得到印象 應該沒有很致命的壓力 否則你也不會坐在那裏 或是你寫了文章大吵 如果有人真的劫你 無論商界也好 政界也好 純政治的壓力 我想我就看不到甚麼 那就好 有些人混合 多謝大家支持 不如問問你 剛才你提到政府的事情 其中有個原因找你來 因為我們最近在立法會 我們都說了很多關於劉兆佳 劉兆佳是中央政策組 她是做很多民調的 她是幫政府做的 其實我不知你自己理解 她多少 或者你都可以跟公眾說一下 可能她要做的事情 都是對任何政府都是正常的 因為政府都想測試一下民意 各樣東西 但是最近又有一些 是你們界別的朋友跟我說 就是說 就是他們有時候要做一些民調 就是說 李柱銘是不是漢奸 哇 那些做的都嚇得了 喂 陳方安生 是不是忽然民主 就是那些做的人 都是專業人士 學者 都覺得有沒有搞錯 怎麼會淪落到她要做這些 當然我們都留意到 劉兆佳過了一天 還是什麼就出來說 就說沒有 那當然 告訴我那些人當然說有 除非我們又不知用權力及特權法 又有什麼去找他的資料出來 但是劉兆佳也不是很幸運 因為她說完臨界點 又說沒有說過之後 她的公信力我都不知去了哪裡 那個問題就是 我想問一下你Robert 你說作為一個做民調的人 有沒有可能會做這樣的民調 雖然你沒有做過政府 你自己理解齊的政府 都想去掌握一些東西 他們應該在哪個位置 都是用一個專業的做法 雖然她做了民調 她都不會發放給別人聽 她自己知道而已 你怎樣跟公眾分析一下 這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政府應不應該做民調 通常在西方社會 民調不需要政府中央做的 因為政黨會做 因為如果你是兩黨制多黨制 黨是會為自己做的 做了之後當然為 如果是執政黨 當然就差不多可以奉送給執政者 去容納 但如果你是反對黨 當然你也想測試民調 民意的結果 看看如何下一次選舉 推他然後你自己上台 所以一般而論是政黨做 不需要一個中央政府機器做 但在香港來說 比較奇怪 大家都知道沒有執政黨 不是的 美國政府總統經常做的 很緊張的 那些圖片 跟著實 你覺得他們不做嗎 不是 如果說美國 傳媒有很多已經不斷地做的 公開資料 亦可以看到整個調查的用語 你覺得政府一般是不需要做的 因為其他人已經做了 在一些民主選舉的政府 通常有政黨自己做了 當然他們也有很多智能機構 所謂思想機器 可以就了議題 民調一定是其中一個 所謂政策的輸入 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現在說香港特殊的情況 就是我們真的沒有政黨去支撐 所以政府怎樣去取民意的數據 如果一般有一些所謂公共政策的 諮詢或公眾參與互動 他就委託那些人去做 一般輿論委託出來的 你都很清楚 到時在諮詢報告會擺出來 但今次你講的中央政策組 他自己做一些民調 然後做一個內參 如果他是從來沒有發放的 有沒有從來漏出來的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可能問題是小一點 也不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小一點 因為大家不知道的時候 他是純粹100%內參 內參變了誰使用這個民調的人 多數中央政策 早上我理解就是三個師長 以及加上特首 理論上是服侍他們四個 他們拿來說去研究 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關係 是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問題 但是小問題都有 為甚麼呢 我們在外國經驗都這樣說 你做民調 好像今次所謂漏出來 你當他是絕密的 沒有人知道 做的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因為你是在訪問一些市民 隨機抽養市民 你打電話 喂 你說你專門是否漢奸 那是整個跳起的 是的 所以他很容易被訪者有權問 你是哪裏做的 或是做甚麼的 除非你又在那裏封了 找一個第三機構去做 又不說是哪個委託 你要這樣封密他 可能不過是比較難的 但是當他不能夠封密 市民又可以有這樣的醒覺 咦 中心政學組在做這幾條題目 背後有甚麼含意 那政府就要解話 因為你不知道內參與 OK 大家解釋了 但是當這個問題 已經擺到公共討論的範圍 要問了 議員要問了 我們也見到 你在立法會上問 也見到答案 答案就不是很理想的 因為我又覺得 你說是否引用特權法 要審完一些東西 看看有沒有甚麼需要 暫時這個問題 我又覺得沒有甚麼需要 但是我們就要問 或者你們應該問 甚麼時候解紋 因為現在做的 政府理論上做的所有事情 就算你絕密都可以封住它 封存多久才是50年後可以解封 或者更早可以解封 因為一般政府都是這樣 因為到時你會看回頭 我們大家都已經不在這個崗位 但你可以看回 原來真相是會出現的 但在某個時空出現 到時歷史學家研究 我覺得這個存案是重要的 所以我就會問 究竟現在中央政客做的所有活動 所有民調 包括民調的方法 數據的演繹 以及用的資源是多少 現在可能是保密 現在資源可能會告訴你們 但很多問題現在是保密 到時應該是解密 我現在又說另一個問題 就是政府有時做內參 透過中印刷組做 或者他們委託做也好 很多時就會自己選擇性去流露 流露一些資料出來 可能是指情人士 可能會說一些數字出來 可能有時我們見到政府官員 可能我們見到立法會 有時都說一些數字 根據我們政府做的調查 就幾多人支持這個項目 這個就是 他已經變成一個 並非內參的民調 因為我們的國際上的一個標準就是 你內參全都沒有人知道 那你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當你一拿那個數字出來引用 我做過這個調查 證明我這個政策是對的 那你就立即 應該要公佈了 即是有責任要公佈了 就不是說那數字多少 公佈了整套調查 整套 因為調查的抽樣方法 甚至是一條問題 它擺在問卷的哪個位置 都影響很大的 又或者在問卷裏面 有三條就贊成三條反對的 即是B數字 你抽贊成的出來 還是最贊成的你拿出來引用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不科學 因為我們無法驗證 事實上在國際標準裏面 你不可以這樣單一 去抽一個數字出來說 你一說就要說全套 或者你不說全套就沒時間 你擺在一個位置 讓大家去審閱它的全套 這個我想香港政府做得 以前香港政府 現在特區政府做得比較差 就是它引用了一調查 又不去告訴大家 那個調查全面是怎樣做 現在 就說中英接受到剛剛這個問題 它沒有引用到 不過是被人發掘到 或者是漏了資料 就是你做過這些 這些題目 到政府官員回答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閃熟一些 如果整套問卷都擺出來 我們做過這個問卷 大家就審試一下 是否值得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從來都不會披露那些東西 他做其他的研究 大部份他都不會公開 我們真的很生氣 因為這些是公帑 無論你做民調也好 你做研究也應該要公開 你可能在某一個時空 有些少許敏感的東西 但很多都事後 你應該給整個社會去聽 不過另外有件事 我想問你 就是他去做 我理解其實他們中央政策 很多時都是委屈外面的機構 你說學術機構也會跟他們做 你覺得是否有需要 要說出我是誰打來 我是代表中央政策打來做的 還是只是找一個名字 大家都不知道 我是香港研究 甚至你們自己去做 你是否打正旗號 我們就是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是否要這樣 總之你不要理會我是誰 或者我是民建聯想做 或者我是民主黨做 不過我又不告訴你 我中央政策 我是香港研究要學中心 應該是怎樣做的 有基本上有兩套規矩 就是世界上有兩套規矩 如果你是說 一些公共事務的調查 就像我們這樣做 我們就不擔心 說不說 如果是政府委託的 我們說不說政府 我們有時要討論 政府可不可以 政府要不要求你 說不說 因為他沒有要求 我們很少做政府的工作 但是你說外面 是 應不應該 或者如果政府說 我說得明你不要說 或者你接不接受 應該是怎樣的 我們做的 就是所有的調查 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會公開的 就是調查本身終於是公開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已經是 認同了調查本身的方法 責任就在我們那裏 所以你去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打電話來問這些調查 你可以問我們調查是做甚麼 有沒有人去委託 我們會回答 但是我們因為數據終於會公開 所以就不存在著 所謂隱藏委託者身份的問題 但是我就要說有另一套標準 一般就算是國際標準 也有一個說法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市場調查 因為委託者要付錢 受委託者要接受委託 受委託者有沒有義務 去告訴被訪者 我是在幫誰做的 有一套市場調查標準 就說不需要的 因為你不同意 就是你可以問 你一問你是幫誰做的 他又說不出 或者說我們委託機構 是不想出名的 你告訴他 那你被訪者就說 我不回答你了 因為我不想給你意見 但是你有權不說 我有權不回答 就這麼多 但我有權問 這就是一般市場調查的標準 因為如果要 你可以立即看到漏洞在哪裏 如果我們說要公佈委託者的名單 於是你就想到 可能影響那個答案 可能會影響答案 我是民建聯打來的 那你第一位已經說 我不回答你了 是 沒錯 還有也可以找空殼公司 你說委託者可能經過 一判 二判 三判 十判 才輪到做那個 做那個可能不知道是第九判 第九判又不說 第八判是誰 路上 原來最上是這樣的 它裏面是有一個漏洞在 所以說不說 在市場調查的一般標準 就不需要說 不過有權問 你有權不回答 但是我們就比較穩陣 因為我們做事 基本上要求公開 所以我們也要審議問卷 如果你找了一張問卷 給我們說 有些問題 這麼嚴重的 我們已經扔掉了 那些問題是你們寫的 還是委託你的人的規矩是怎樣的 看行規是怎樣的 我們寫的標準 即是我們做了十多二十年的標準 是相當清楚的 我們是要承擔責任 就是問卷的責任 由於我們會承擔兼承包的責任 你作為委託者 你不可以一條我不要的問題 即是我可以建議 建議完全可以 你是可以說這些我接受 或者這些是我不問的 那就沒有了 沒錯 你甚至可能有初稿次稿 第三稿給我們 但我們說明 最後那一稿 我們要認同才行 因為我們不認同 就很可能是因為 問法有個偏差 或者這條題目 即是你可能問 誰是誰的漢奸也不要緊 但可能我們的分析裏面 要有另一條題目 去測試另一個平衡點 怎樣 你說除了你知名是否漢奸 你也說都可以問 那我放了一條甚麼去平衡 我們就問一條 不要說哪位是漢奸 即是A軍是漢奸你認不認同 接著應該問多一條 有人說A軍是漢奸你認不認同看法 但有人說A軍是民族英雄 你認不認同看法 我即是要等分玩 有人說A軍是民主鬥士 香港的驕傲 你跟不同的看法 即是你如果要一個 起碼你知道 容易點理解答案 因為有些人可能 不知前言後語是怎樣問的 那些問題 他去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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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得是 即是如果去到這樣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設計上去測試 我們不是說 我們也不知道問卷是怎樣的 但經到我們手 因為是公開的 終於有人會批評你為何這樣問 我們就可以解釋 我們設計上有可能按文的 又可能這個問題是要這樣問 但最重要是我們會說 經過我們的審議 有錯我們承擔 不是你給我 我受人二分四問 就不行的 不過那些問卷調查 我相信一定不敢出街 如果出街真的轟動到不得了 無論答案是或不是 你會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問這些調查 其實你說你少做政府生意 有沒有做政府生意 有的 都有的 做得大家都知道 你的經驗是否很堅持某些事 即是他說 我要這樣 好像 誰是否漢奸 再要你問的 除非你出現 我不接你生意 當然 這個就是最好的 因為 我們的經驗 這麼多年 真的都收過不少的標書 中央政策組都有給我們標書 尤其是早期的時候 我們看過之後 發覺條件不合 那就不早 不早 我們很早期 即是頭幾趟 還很禮貌地回答他們 即是我們覺得這些條件 就跟我們的服務條件 所謂一般要求有點不同 我們是這樣 有機會大家可以談一下 但今次的標書 我們就不會落標 如是一次兩次 下次都不需要回答 大家明白 即是明白了 但標書裏面有很多 有些的 一般 在港政府標書裏面 中央政策組是一套的標準 但也有別的標準 這套的標準是比較嚴謹的 也在很多政府標書看見 裏面當然很長 但對於我們來說 是比較具爭議 以及我們不會接的是甚麼呢 就是 第一就是 那個審議權 即是把問卷的審議權 很多時已經寫得清清楚 百分之一百 就是委堂機構 即是無論哪個政府部門都好 變成 可能反過來 你可能徵詢我的意見 但我告訴你 這條問題不應該這樣問 但標書說明你作事 你作事 我簽了下標 就是要這樣 我綁住了 這是其一 有時 不是份份標書都有 但有時有些標書寫得更辣 如果這個問卷是你做了 譬如今次這樣 如果做了 但有人問 有人不知為何 收到資料 就問這張問卷 為何要這樣做 我作為受委託的研究機構 原來我無權答辯 即是標書會這樣寫 我不是份標書都這樣 甚麼是無權答辯 直至到委託者容許我去公共度解釋 即是你用雅知識王年 寫了下去 有時有一重的製爪 即是本身任何一個條件製爪 可能都不是太大 加起來就很重要 即是你接受不了 串攔在一起很多都接受不了 尤其是使用方面 我們都要求比較多 即是我們用了資源去做一些調查 那個數據其實可以做很多學術研究 所以我們一般都要求共享研究成果 尤其是資料庫 數據庫 即是那個數據 它又不行的 但是政府標書差不多十份有九份半 它自己 它要收回的 甚麼都不給 所以我們有時 有些政府部門就開放一些 因為我們解釋給大家聽 我們立場的 如果你要找我們入標 我們一般都會有這樣的要求 那它就開放一些 有時就會說 這樣吧 即是既然那個標準寫法是不行的 那不如你是當向我們申請 拿回一個准許權行不行呢 我們沒所謂有彈性就照舊寫 這樣就可以行 我們也有個方法就是所謂 即是誰說是權者問卷 跟我們造親的部門 或者其他機構 都一定要給我們一個 所謂最後審議權 但是有些時候 即是我最記得就是 很多年前 在說維港巨星會的時候 審計處當時也想做一個民意審計 它有一套很嚴謹的標準去做這些 我們對審計處是非常尊重的 所以它也說 兩套標準 我們一套它一套 我們當時就想到一個好的方法 就說這張問卷 終於就說 你有你的審議權 我有我的審議權 互相尊重 如果隨便一方不喜歡 那就告取了 即是離婚收場 這個在白紙黑字原來可以 平衡審議權 我們也接受 因為我們也是要等人 你也要等人 你又不用怕我們 越權做一些你不喜歡的事情 我們也不擔心 你找了一些我們擺口 做一些我們不喜歡的事情 那就雙審議權 最後大家接受 這個雙審議權 現在有很多找我們做的政府部門 只要它明白我們的立場 接受就可以做了 我又聽到有些人說 就是它們的問題 有些很遲才拿來 遲到快要開球 你看到整個跳起 這樣嗎 其實你也沒甚麼彎 我完全明白這件事 這些是很差的做法 很不專業 而且他們那些人 負責那些人 都是學術界的人 都是專業人士 不只是一班在深箭室 在那裏撈大 所以有時你覺得很唏噓 為何有些人進去 好像變成這樣 我想 我也不太知道內幕 或者中間的過中關係 情況如何 可能有些 第一次做 或者初做的學術界朋友 也不知道這些 親自運作員 是困難的 做了一次才知道出事 也不頂 但我們因為比較小心 我們看一些標書 近年來有一些情況 我們自己也有些擔心 雖然我們也不會落標 因為剛才說了很多條件 都不需要 差不多一層不用想 但標書我們 可能會收到 最近有 近年看到一個新的條件 就是 標書可能就是 我想聘用 你落標 做一系列的調查 一系列的調查 可能每個月做一次 每個月做一次 範圍是很廣闊的 可能是政治社會經濟 你如果落標 你就等於給了一張空投資票 我到時就會告訴你 做甚麼題目 做甚麼題目 到時才會告訴你 本來 這個就 不知道各界喜不喜歡 我們就覺得 這麼廣闊的範圍 到時 你只說社會問題 政治問題 政策問題 你寫甚麼都可以 還有一個關卡 就是比較難搞 他就說 這些條款我們看得很明 有可能你會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即是說我做了這個題目 他就說 六個月內 你不應該 或者你不可以 做一些 有相關的調查 那時候就想 假設我們入了標 拿了標書 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錢 他就 叫我們做一條題目 記住我們沒有領事權 因為寫得這麼寬闊的時候 這些種種的陷阱 我想 未必所有人都能夠看得到 你剛才說的 沒錯 如果真是 連審議時間都沒有 研究時間都沒有 可能拿了問卷來做 以上種種條款 說明你也要做 所謂何事呢 有時就反過來 真的不是很專業 不過這個政府 不如跟你說另外一樣 因為我們時間不太多 就是那個 快要一月的選舉 選舉你們一定很忙 你們喜歡做票站調查 上一次的立法會選舉 你也知道有很多爭議 我們民主派出來說 我們是擔心 其實有很多學者都跟我們說 你也很傻 你擔心 很多年前已經有人是這樣用的 就是拿那些票站的調查 去做他自己的選舉工程 知道哪個候選人有多少支持 然後他又去這裏拉票 這個又甚麼又甚麼 他說你們個個都睡在夢中 那怎樣也好 上一次就大家很關心 因為尤其是現在區是很大 有很多個位置 所以誰拿到多少票 然後有哪些票就留去第二個名單 第三是很重要的 是 有些人真的利用香港市民很誠實 每個人都告訴你 我投了給誰 他會看到 他去了八個小時 誰又夠票了 不如你投給第四號名單 他可以調兵顯賬 有些人有這樣的神通廣大 我們覺得很不公道 所以我們就出來 就說 叫市民不要回答 我相信你們不是很開心的 你們要做 大哥 說不回答 有些市民要回答 但不知道回答了甚麼 我都不知道 我們從來不會叫市民說謊 現在又來了 這個選舉 今次你想跟公眾議員怎樣說呢 你們都繼續做的 調查 是嗎 是 我們以一個區議會選舉的調查來講 比較輕可一些 問題不太大 還有我們一般做區議會的選舉 或者補選也好 我們甚少做預測 當然可能有些重點的站 我們要預測 但我想我自己和我們研究隊 現在比較關注 就是明年立法會選舉 明年9月 明年9月立法會選舉 因為到時的票站調查 指引是怎樣出呢 到時 各政黨怎樣面對票站調查呢 會很影響我們的操作 我們在上次 2008年的時候 見到很多風波 很多不應該有的問題出現了 所以我自己都未肯定 2012年 我們應該繼續做這個票站調查 因為我們做票站調查 當然是希望服務社會 透過傳媒 當然是有一些好的資訊 然後選舉後也有很多資料可以用 但是裏面 有很多 莫須有的壓力 以及莫須有的制度 就令到我們很困難 如果是這樣下去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 甚至是泛民的支持者 經過泛民 因為民主派應該很支持 這種民主建制和民意調查 但是如果泛民的支持者 都開始出來說假話 或者不想合作 當然未知是杯葛我們 但是一次過破壞了這個制度 我們都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用的心力和時間 可能不值得 我就說回現在區議會的選舉 我們現在看選舉指引 就是最新的那個版本 諮詢版本 依然去到 使用票站調查作為選舉工程 這個問題是沒有處理的 由頭到尾 就是以前彭官 就是再早些胡官 我們一直纏繞的問題 就不是說發放 因為發放透過傳媒發放 傳媒是非常自律的 香港的傳媒 我講的傳媒都是 你一早給了他 我講美國 他第一分鐘就看著票站調查的結果 但是由於他們自己操守 他都會投票完才用的 這個我覺得由頭到尾都不是問題 到香港暫時來說都不是問題 香港的問題就是在於一些不發放 不是正式發放 亦都不是我們的數據 是有些票站調查 是透過一些渠道 去到選舉機器裏面 誰人用都不要緊 各派可能都用過 這個是不公道的 是應該制止的 但是選舉指引一直都是不處理的 我們現在講的最新的指引都是說 傳媒不可以擾自律 投票完之前就不太發放 但是他並沒有處理 我可不可以將資料 即私底下交給候選人呢 選舉指引裏面現在寫 它需要有一個承諾書 這個承諾書就是承諾 接受選舉指引這個票站調查 但是它裏面又沒有講到選舉工程 如果任何一條 這個指引裏面只要有一條 就是說票站調查 不應用作選舉工程 這樣就夠了 那時候我們寫承諾書 就是承諾我們不會用 即當日的選舉工程 這樣已經解決問題 即是等於自己去 我們也提過很多次 他沒有寫下去 你明不明白為何政府 或者選官會不肯做 我這個私人的揣測就無謂說 我們這裏就說出來說 總之你不要講粗話 你再說一下 你有甚麼揣測 我覺得整個制度本身 是有很多政治的考慮 即官員的政治考慮 但他們經常說要搞一些事 公開公平公正 那為何不肯放下去 現在也不是說說法律 我們只是說一句指引 我只是問而已 待會也要開會 他去選管會 我也要問一下馮官 我經常都覺得 選舉管理委員會 是特首直接委派的 所以他的地位是相當獨立的 如果你不信特首 當然沒得可以說 但他是一層的 就到選管會了 但為何我們討論選管會 或者選舉指引的時候 你們在立法會說的時候 都是由林局長去發言的 即他似乎的位置 當然在政府架構上 可能他是負責憲制 即是政制事務 他可以說很多事 但我們在說選舉指引 以及現在在說整個票站調查 如何選舉工程的運作 或者應該如何報道不報道呢 他應該是選管會自己出來說的 是不應該由透過任何局長 甚至司長去說的 特首說是沒問題 因為特首是委任他 但現在似乎整個選管會 那個地位漸次地 變成局裏面的一個單位 我覺得是有一個問題 當你去到局的時候 當然因為政治任命 有政治考慮 政治利益 這些是一定存在的 我覺得我們要抽離他 你問為何不寫下去這個指引裏面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我是覺得越少限制越好 因為這是用一個 學術自由研究的自由 言論自由 應該由業界自己 即研究界 學術界 傳播媒界 裏面有一個自己的守則 自我監管就是最好的 外國在票站調查是相當清楚的 自我監管的其中一點 就是傳媒或者我們做研究的 是不能用作選舉工程的 即是不可以有派人的意見 在這個調查裏面 這個就很清楚 美國政府不用立例怎樣管 他還開過票站調查 開過票站 另外一角是讓他們做的 在票站裏面 真是非常容許他們 但是是應許的 是傳媒的 我就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現在退而求其次 上一輪和今一輪 我希望都會給個意見 選管會 我就會覺得 他如果要做很少的修訂 其實是很容易的 就是他的承諾書裏面 和選舉指引裏面 這麼多條裏面 只有說出票站調查 不應用作當天的選舉工程 這樣就足夠了 有些人說我不承認 不承認 他不誠實而已 但是你沒有寫的時候 現在的缺陷在哪裏 我可以想像一個環境 我三年前都說過 不是說我們 如果有個機構 他說我是為大眾利益 為公開資訊而做的 我本著這個大前提做 我做票站調查 即不是我們 我做票站調查 我不公開發放 因為選舉之間不准發放 但是我私底下 送給所有候選人 所有 所有 即是誰派別 總之你參選我就派給你 你不看沒有甚麼所謂 這個就好 公開資訊 每個人都公平 又沒有違反選舉指引 因為他不准你發放 現在是寫不准 傳媒公開發放 私底下又沒有問題 這便 破綻了 如果大家覺得 這樣原來是一個 最公義的社會 傳媒應該一起公佈 因為這樣大眾都可以看 大家都知道 為甚麼是 參選的人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我不想 我退了幾步 我不想這個資訊影響選舉 你便要禁止私底下傳送資料 給一些候選人或參選機構 你落到這個指示 大家便會做 不懂做的 找大家去批評 我覺得這個做法最好 但這個我們就和政府 反覆覆覆談過很多次 所以這個位置 他很難辯護 我覺得如果選管會 自己能夠獨立審議 和真是看看 國際間如何處理一些 政治 政黨背景做的票站調查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機會去做 但外國怎麽不做 因為外國看得很清楚 這些傳媒做的票站調查 應該和非傳媒的票站調查解開 他看了這些外國的指引 外國的情況 在香港加少許 加幾個字 可能已經解決了問題 但我覺得應該是選管去做 不應該由局方去做 因為局方一做的時候 就有很多背後的考慮 寫出來我們的公信力都沒有 但選管會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 可能他們的人都不是很熟 就算說到畫界那件事 我們那次在立法會也辯論過 畫界其實是很政治性的 在很多國家 誰執政黨他就畫過界 對他有益 大家都明白 我們香港又要扮鬼扮馬 又說要公正嚴明 又客觀的、獨立的選管會 他怎麼會畫 他說我們給了一些標準 有人口又沒有甚麼分割 但其中有一件事 他就是要跟專員去談 每一個18區的專員 就告訴他 跟他分析形勢 我說可以告訴我專員跟他說甚麼 不能說 如果你那些人那麼客觀 為何不告訴我們 因為我覺得選管那些人不熟 你最重要是跟他分析 一個厲害的形勢 怎樣對這邊有利 怎樣畫了一條街 對誰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很擔心 那次我們在立法會談了一段時間 民建聯劇見到我們這麼濃躁 當然是起身又跳來說 我們都是覺得很不公道的 他們經常把我們都挖走 政府說你看兩邊都吵 當然我們在中間剛剛好 我真的被林上激死了 所以這個選管會 因為他找一個法官來做 當然大家會覺得公正業明 法官是不會來立法會答你問題的 就算胡國興他做這個事情 他要說話 我請你來 你來到這個不知是甚麼會 總之沒有甚麼地位 總之我請你來 你在這裡說話 我不會坐在立法會給你質詢 制度上他弄到這些東西 就變成你不能直接跟選管會溝通 那你跟誰溝通 就跟選舉事務處 選舉事務處就說是跟選管會做事 但是也跟著局長 所以你剛才提到的問題就出現了 所以選舉一直在來 如果Robert你有其他的意見 我相信你一定會給選管會 最多他不聽 我們最少擺了紀錄在案 如果將來再出現那些問題的時候 就難說了你幾次了 你都不肯處理 尤其是我們的區 因為你這麼大 你的票一路這樣分 是很重要的 你不跟單議席單票 那個知道就沒有那麼拿命 但這裡你是真的可以配票的 你九個位置 多厲害 將來還全香港空殖 不過今天就沒有時間再說了 最重要鍾寧耀現在在這裡 就沒有人干預他 他繼續做他的事 只要有人說這個上天 這個跌到落地 都是他所說的 你信不信你笑也好 我們最重要是有學術自由 他們要獨立客觀自主去做事 這是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多謝老闆 多謝兄姐 多謝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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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文 和 blog 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叫作詞 這就是旨詞 找到 似手 去 前自 扶 這不是 吶